现在进行第26条 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审查会通过条文第26条 项列人员出境应经其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首长 或其授权之人核准 以国家机密核定人员 二 办理国家机密事项业务人员 三 前二款退离之后 移交国家机密未满三点支人员 前项第三款支 其间国家机密核定机关 得事请行延长之 延长之期限除有第12条 第一项请行者外不得余三年 并以一次违宪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 项列人员出境应提出申请并经审查许可 一 国家机密核定人员 二 办理国家机密事项业务人员 三 前二款退离之后 移交国家机密未满三点支人员 前项第三款支期间 国家机密核定机关得事 请行缩短或延长之 第一项之许可或前项期间之 缩短或延长 应经其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首长 或其授权之人会同国家安全局 内政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组成审查会审查 依其所涉及国家机密及 业务性质许可出境或缩短延长期限 宣读完毕 现在依登记顺序发言 请吴志阳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 本条的修正 涉及到宪法第十条规定 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 这个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所以当你的规定变成只能延长 不能缩短 而且不分核定或承办人员之设密层级 一体适用的话 就恐怕会欠缺一个弹性 会侵害人民基本权利的问题 所以这一条的重点 其实是谁来审查 这个限制出境 它的这个期限的延长或缩短 过去我们都是由机关的首长 来核定 机关的首长过去有发生一件事 自己要退以前 赶快把自己的限制的部分 把它缩短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也反对 针对性的立法 如果只能延长 不能缩短 然后由机关首长 随意就来决定 对某人来延长的话 就会陷于蓝绿恶斗 就会陷于公报私仇 所以我们建议要建立一个公平 公正公开的审查机制 这个我们可以参照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九条的规定 有关涉命人员附入 需经审查会审查许可的规定 是出境管制期间 要缩短延长 就要由这个审查会来审查 所以我们增定了第三项的规定 第三项的规定 就是第一项的许可的延长 或缩短 要经原服务机关 或委托机关的首长 或其授权之人 会同国家安全局 内政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组成审查会来审查 要依照他所涉及到的 国家机密及业务的性质 来许可出境 或者是缩短 或者是延长 这样不是才比较合理吗 现在的制度 完全由这个首长自行来决定 合理吗 所以我希望我们要立法 既然要立法 就需要到周延的程度 另外我要表达 国民党团对剩下 另外三条的意见 我们认为 只要把国家的机密 泄漏交付出去 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 都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跟泄漏国防机密一样 所以一律要加重 不是因为对象不同 而有差别 谢谢 截止发言登记 接着请段一康委员 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 司法法治委员会 所通过的国家机密保护法 26条的条文 并没有 无限期的限制 这个我们要限制的 对象的规定 刚才 赖事保委员的陈述 显然是有错误 那么过去为什么 会要修这个法呢 因为 在政党轮替之后 发现包括 台中市长胡志强 台北市长郝龙斌 文化部长洪梦荣 盟战委员会的委员长 为六个月的 就有马政府最后的内阁时代 有十四位的政务官 那我们现在审查会 所通过的版本 也不过 就是把缩短的规定拿掉 也就是说 就是三年 如果要延长 也只会延长一次 就是再延长三年 就顶多 除非是 你是因为 掌握了情报来源 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 第十二条第一项 因为你知晓情报来源 或者你是负责这个工作的 那有可能 会再继续往后延 否则的话 你所担任的政务工作 不是涉及那样的机敏 你顶多就是被限制三年 或者最多最多 就是限制六年 而且这个限制并不是针对 中国或者港澳 它是对所有的出境 所以刚才 说这样子会引起朝野对立 说这样子有针对性 我们没有针对任何人 包括现在的元首 就是蔡总统 现在的部会首长 现在所有适用这条法律 也不光是过去的国民党的首长 现在民进党 所有政府的首长 在未来卸任之后 通通要受到这个限制 通通一视同仁 所以要拜托 院会 我们理性看待这个条文 能够全力支持司法法治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二十六条 谢谢 现在我们要进行处理 现在进行处理 本条一修正动议 审查会条文之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按您七分钟 并分发表决卡 请按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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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